鋼筋的連接方法改動了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資料 以及有一些需要申報的表格 相關的文件有40%左右還未找到 這個情況我和工程界的朋友都非常關注 很多市民也是非常關注 我用的形容詞就是情況極不理想 甚至無故顯示在品質管理與工地管理制度上的崩潰 一方面我們擇承政府和港鐵公司 是要認真調查謹慎跟進 要盡快釐清問題的實況是如何 以及做出需要的應對措施 但是最有效的調查方法 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和經文聯的同事都覺得 將這部分都交給夏正明法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會是一個最務實最有效最迅速 同時也是一個最有公信力的方式 因為在一路調查這個紅磡站業台問題的過程之中 大家都會看到 就算是專家證人 可能都有不同的說法 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專家證人 都存在一些共識 但是最終呢 是個調查調查委員會的結果 夏正明法官所做的結論 相信在社會上 會有最大的公信力和接受 有朋友可能會說 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目前的職權範圍是廣月台 是否可以擴大到 剛才所提及的兩條隧道 與列車停放處部分呢 我就覺得既然它的職權範圍 亦都包括要檢討 政府與港鐵在工程規管 想夾督方面的問題 以及目前存在的什麼疏忽的地方 如何去改善呢 其實如果這個站裏面 有其他的技術情況出現 是立入了它的調查範圍 都是一個成理成章的 當然如果那個職權範圍 是要加以修訂擴大的話 行政當局相信會作一個 相應的考慮和跟進 但是從務實角度 我和經文院同事都覺得 這個建議應該是可取的 亦都希望政府當局 是慎重認真地考慮我們這個意見 我講了 我們工商界商會 很多會員都支持這個看法的 夏正文大法官 他是一個很有公信力的法官 過去在不同的調查委員會 他都做了很多正確的調查 今次發生了這些事情 我們確定政府是有責任去做一個 不邊不移的調查 回復給市民這個信心 最近很多所謂專家 每天都出來說 聽到一些什麼東西 又說有些事情可能會發生了 其實這些對調查來說 對於市民信心那方面 都是沒有幫助的 我亦都呼籲大家 如果是有真憑實據的 就拿出來和政府去分享 希望盡快把事情去完善它 或者改進 那由夏正文法官 如果他答應的 再進一步去調查有關的事情 我覺得呢 是可以盡快給到市民 這個恢復他們的信心的 還有一點補充的看法就是 目前呢 就獨立調查委員會 其實都很快會完成 有關紅磡站月台這個調查 還有在二月底前 就應該會提交報告 那假如他們那個調查的範圍 是擴大到 剛才所提及的 南北連接隧道與列車庭放處的話 其實在調查工作 也可以分開兩期 就是說目前的調查 什麼時候是如期交報告 其實可以照做 然後跟著呢 都是展開另一部分的調查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可行和務實的做法 是 是 是 對於立法會如何跟進 是否用權力特權法呢 我認為這是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的 不過呢 從務實上看 如果用立法會的權力特權法展開的 成立調查委員會 在過往的例子 過程都相當漫長 所以在這一刻呢 是一個最有效 亦都最有公信力的調查方法呢 我們建議就是利用現在 已經成立了的調查委員會 在下接民法官領導之下的調查委員會 以及用這個機制呢 就是會是 在這個階段應該是最有效 那麼至於呢 它的結果出來之後呢 究竟是我們 是立法會如何跟進呢 我想這方面呢 我們都是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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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所在的COI 由警察 Hartmann 当然,COI在在几乎的研究所 准备的研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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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所在香港的 香港的研究所在 如果有其他部份的研究所在 其他部份的研究所在 这个批评设计的练习 我们的方法是 我们可以继续续做的工作 在结果的练习 到第四周 然后接下来是 研究和地团的地方 是我们所谈的 關於如何是要職員會成功 和在自己的資料 我們都知道這是非常有關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而是最短暂的方法,而是最短暂的方法, 而是最短暂的方法, 而是最短暂的方法, 而是最短暂的方法。 这是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在BPA 有这些推荐。 我相信如果政府觉得这个建议是可行的话, 他当然会根据他应该要做的步骤与机制去启动, 当然亦都要计刑法官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但是我相信市民在目前都会支持用这个方式, 因为实际上在目前社会上, 各种不同的声音批评质疑都有, 但是哪一个调查呢? 目前市民认为最可信呢? 我相信都离不开现在夏静民法官领导的, 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了。 我也想讲讲, 安全的问题, 地铁结构的问题, 我想我们要实务, 实切切切去解决的。 政治的问题, 我们也都要用政治的方式去解决。 千万不要把两件问题拉拉扯扯。 你刚才提到一个专责委员会去调查, 有可能两年之后都没有一个结果, 现在很多市民都已经天天在问, 沙中线什么时候开, 大家要关注的, 沙中线是否安全? 我觉得现在大家感觉到, 或者听到一些问题的, 政府是有责任去尽快解决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 盧偉国根据他的专业团体的建议, 就说不如找政民法官去处理, 这个我们是认同的。 亦都希望尽快尋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肯立法会那里拗, 有可能拗几天几夜, 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 所以倒不如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上, 我们尽快用一个实务方式去处理, 这个都是我们经文学, 或者我们不同专业界别, 工商界认为是一个好的处理方法。 好的。 谢谢。